动容胚胎移植的内膜准备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施娟子 陕西省妇幼保健院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生殖中心主任医师 动容胚胎的内膜准备 其实我们科室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尝试 当然最好的状态就是说 我如果月经规律 内膜也厚度没有问题 那我就自然逐期监测 监测我排卵 比如我今天排卵 那我们就把它当成取卵日 我们算这个胚胎当时是取卵后第几天的 我们再把它原封放回去 我们把它叫自然周期内膜准备 那还有一些人就不排卵 月经不规律 我们这个时候就给他做一个叫HRT方案 就是用补加勒给他把内膜长 大概十来千以后 我们内膜长到八毫米以上 开始用黄体铜人工转化 也是转化到第五千到第七千之间 把这个胚胎或者囊胚给他放进去 就是人工周期 还有第三种内膜准备方案 就是有些人有子宫内膜意味症 或者是反复种植失败 我们就给他先打一针 就是GNHA 包括就是达菲林啊 酿病锐林啊等等这些药 它主要作用是什么 就是叫垂起不要管卵巢了 去垂起作用 然后这个整个的卵巢 卵泡就不长了 这其类的免疫状态也是一个低下的 它整个激素状态也是低下的 这个是我们人为的 再给它铺内膜 再和HRT的方法一样 把这个胚胎按时间种进去 这个我们叫GNHA加HRT方案 这三种方案 这三种方案用的人群不一样 其实我们统计下来 怀孕率是相似的